你來做侯友宜 在大批支持者及黨內小肌簇擁下 國民黨總統參選侯友宜現身桃園造勢活動 太嚴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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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侯友宜台上露出自信笑容 或許也因為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確定出席國民黨全代會 讓他打了一劑槍心針 非常開心韓市長會出席全代會 對 我們都是守護中華民國 愛這塊體力的所有人 我們的信念都是一致性的 原本要出國的韓國瑜改變新意出席 23號的國民黨全代會 黨內喚侯危機看似已解 但前立委郭正亮分析 當年換柱事件就在9月 韓國瑜還在等哪信號一亮 若侯友宜民調持續低迷 黨內不急嗎 但若侯友宜723號民調能穩在25%以上 不只韓國瑜郭台銘也渴望整合成功 韓國瑜723的出席對於 侯友宜來講會加分 可是他還不足以讓侯友宜 扭轉這一切 因為侯友宜已經錯失了非常多 表達善意的機會 但現階段紅海創辦人郭台銘依 依舊動作頻頻 晚間出席董事長開講新北場 一早已經有民眾準備好10萬青年 百萬連署標語立功郭台銘獨立參選 儘管韓國瑜723全代會將與侯友宜同臺 但韓粉勢力回籠 能否就此止住喚侯危機 關鍵還是在侯友宜自己 三類新聞張玉潔李維廷 到明明中新聞報導